网友粉丝刚刚留言给我 他说胡志哥你好 刚刚看到你的视频 我想问你买一个20万左右的SUV车型 你帮忙看看哪个好推荐一下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进入前的网友粉丝和老铁吧 如果20万让你们选择SUV车型 你会买哪一个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你们开车车的也是20万级别的 有什么使用心得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他推荐一下 帮忙帮忙他 谢谢大家 20万如果让我小胡子买SUV车型 一个是核汁的别克昂克威 一个就是国产的红旗SS5 新款老款都没有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20万 那买大众通过R和太阅 或者是丰田RV式荣放本贷CRV 那不行吗 那不非常好吗 都是卖的非常火爆的车型 销量很好 是吧 口碑也不错 我跟你说 你落的坑你都糊涂 那是以前了 以前没有更好的选择 你只能在这里头选 知道吧 就那德系的哼哈 二将和日系三大妈 那都是冤种车吧 知道吧 但凡现在长点新眼子的 都不会碰那几个货 知道吧 那大众车的 你后期不漏这漏那的啊 什么水泵啊 转向机啊 变速箱哪的啊 这个那的 不都得丢酒生酒啊 不能说百分之百 有没有吧 对不对 那日系车要动力没动力 都紧凑几SUV 还是CVT变速箱 那能行吗 啊 一上的高速底盘 收散机扎实感也不好 那四续代步是可以的 是不是 那能行吗 因为 昂克威和红旗SS5 无论是车身安全 还是发动机变速箱 都是没毛病的 比那几个强太多了 尤其是底盘的扎实感 直升性 无论四续代步是跑高速长途 那更是超越了它们 知道吧 为啥现在这么多人 会选择美系和国产呢 因为美系现在不通工减料 国产也不通工减料 用了非常厚道 车身安全做得更加优秀 用料内似什么的都嘎嘎的 知道吧 你德系和日系 都一直在通工减料 知道吧 而且咱们美系车 国产车从低配到高配 都是高功率的发动机 你买德系车 你买少花钱买入门买 只能给你个低功率的 2.0T发动机 对吧 大众 奥迪奔申宝马 是不是 你想更好的东西 只能花钱 都是坑人的地方 知道吧 别客安坑威 动力上搭载一个 通用赤别发的 2.0T涡轮扎发动机 戴尔维LSY 和凯杰拉克XD5 XD6 都是一样的 和昂格奇 和雪佛兰 凯杰拉克别克 他们都是这款发动机变速箱 通用的9AT变速箱 都是升级换代的 没有任何问题 能有助 油门车转条条比较穿 轻轻一点就穿 知道吗 动力很 很好的 需要你试用一下 刹车也非常线性的 也能刹得住 那么新管的红旗S5 这款车动力和红旗S9 是一样的动力总成了 没有任何问题 在那个车上 已经验证过了 质量可以 油耗变高一些 和安科威塔 都得10个油耗 对吧 而且 把以前爱信6T 换成爱信8T 来做了个升级 加了两个档位 能降低点油耗 如果呢 你不想让沃伦扎发动机 考虑到后勤稳定性不行 还有油耗低一些 那么你就花167万 买个啥呢 马自达CX50 2.5升 质安息息版本 匹配61T变速箱 发动机变速箱 看到报复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只需要驾驭就完事了 变速箱 上达机长 是非常充足的 非常平顺的 重部通勤带水 一气合成 非常好 一款车吧 知道吧 也达到了一个 中型SUV的尺寸了 车长达到了 4米7 4米88 轴距达到2米815了 是不是 比这个CRV容放啊 他们好态度了 这两台车的悬挂底盘 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尤其是红旗S35 主台车的悬挂 都是铝合金的 高强度光 使用60%的比例 本来车的A住 B住都使用 1500条法的热身运缸 虽然是那几个 也用上了1500条法 大家都没用上 但他们用比例很小 而昂科威和红旗S35 用的比例很大 大面积的保护着你 车的安全做得好 方便变速箱 没有任何问题能用住 底外形化 都铝合金材质的 跑高速上都 扎感支撑都特别好的 隔音进一方 比你那几个好太多了 你知道吧 你跑上高速上了 100公里120公里的时候 但是那车里 非常吵那几个车子 恨恨而见三大妈 这辆车子就 相对比较安静很多了 舒适很多 动力也嘎嘎的 知道吧 所以说20万小猴子 我推荐 就是这两款车的首选 知道吧 那你有开过 或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你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总发评论点赞 拜拜